你愿意吗 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不愿意 难道叫一声爸爸妈妈对你来说这么难吗 孩子 你会给你的孩子成为一种榜样 你不是一个尖刻的女人 你不是一个狭隘的女人 你是一个善良的母亲 真是 中年夫妻重男轻女 将亲生女儿扔在外面 最后想花50万人亲 央视舞台上出现了一对特别的夫妻 这对夫妻希望能够认回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 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女孩 也在私下和对方接触过好几回 然而这个女孩的态度却非常的健严 那就是亲生父母和自己 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 哪怕他们愿意拿出50万块钱作为补偿 这个女孩也不愿意和他们相干 无可奈何之下 他们只能求助于媒体 媒体在来到这个叫做小晶晶的女孩家中以后 也慢慢地了解了对方身上的故事 她的态度让人感到非常迷惑 那就是无论亲生父母说些什么 她都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哪怕对方愿意出钱送她去外国移民 她都要永远地和自己的养父母待在一起 而在站上舞台以后 这个叫做肖晶晶的姑娘也说出了自己身上一段让人感到悲伤的历史 她的养母叫做齐春兰 对方和自己的丈夫结婚很多年 但是却一直没有能够生下一个孩子 送入医院进行检查以后 确定自己的养母身体有着很大的问题 想要生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这样两个人虽然眼缠别人家的孩子 可却从来没有动过其他不好的想法 直到有一天齐春兰干活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体不适 丈夫般想要将妻子送到医院里面进行检查 可谁也没想到走到路上的时候 他们竟然听到了小婴儿的哭声 这个女孩就是被抛弃的肖晶晶 她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扔到了垃圾桶的旁边 身上还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望好新人收养 你是被领养的 其实呢你要想办法去理解 去原谅去接受 就像接受你的妹妹一样 毕竟他们给了你生 女婴被亲生父母抛弃 养父扛煤气管将其攻城夺室 亲生父母去马上回归 由于没有自己的骨肉 所以齐春兰对这个孩子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情 她和丈夫很快就将这个女儿送到了医院里面进行的检查 医生给他们的结果是这个女婴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但是在外面动的时间实在是有些太久了 如果再晚送过来半个小时 很有可能会就这样丢掉自己的性命 齐春兰夫妻也立刻向警方报警 希望能够找到肖晶晶的亲生父母 只可惜警方花费了很长时间 却始终不知道这个女孩究竟是被谁丢到这里的 此时距离肖晶晶既养到齐春兰的家中 已经过去了15天左右的时间 他们和这个女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就这样他们办理了相关的法律手续 将这个被抛弃的孩子理所当然的收为了自己的女儿 齐春兰一家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 为了能够养活自己的女儿 他们费尽了心思 肖晶晶也格外的争气 在班上上课的时候成绩一直都是最好的 在他四岁那一年 养父的公私倒闭不得已选择了下岗 为了给女儿带来更好的生活 他干脆到外面扛起了煤气罐 每一天的工资能够达到几块钱 一个月最多能够领到四百多元 这在当年那个时代已经算得上是非常高昂的收入 他将女儿送到了最好的学校里面上学 也从来没有给这个女孩参加过任何的心理负担 直到肖晶晶上了初中以后 妻子被查出了癌症 他们这才将这个女孩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亲生父母找寻孩子 其中内情让人愤怒 被抛弃的女应该如何抉择 在养母去世以后 就置剩下肖晶晶和自己的养父相依为命 她知道自己的养父生活的有多么不容易 所以她一直非常的努力刻苦 高考结束以后 肖晶晶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 在第一学期结束以后 她就开始在外面坚持工作 希望能够照顾自己的养父 2011年肖晶晶因为学习成绩优异 获得了去加拿大留学读博的机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自称肖晶晶亲生母亲的人却突然出现了 她的手里拿着50万元的支票告诉肖晶晶 当年因为家里太过贫穷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才将肖晶晶扔到了外面 她希望能够认回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肖晶晶发现对方是因为重男轻女才丢弃了自己 所以她不愿意认自己他们 还将他们全部赶了出去 事情在经过曝光以后 有不少的人都对肖晶晶进行道德绑架 就连养父都主动找到了自己 告诉她父母那边能够给她提供最好的资源 每个月能够回来看她就可以了 和肖晶晶去表示自己不可能离开养父 无论亲生父母现在多么有钱 她都和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关系 除此之外 在毕业以后肖晶晶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留在养父最近的地方 至于亲生父母拿来的那些钱财 对肖晶晶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 毕竟当年的他们将肖晶晶遗弃 哪怕是上了节目 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